她的膝蓋痛了很多年 她看我的时候50岁左右 她年轻的时候20多岁 她都觉得自己是蹲不到的 她也不敢蹲 我一开始就告诉她 你这个膝蓋痛不只是膝蓋 大家好,我是王彦卿 是一位注册中医 亦是一位注册物理治疗师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膝蓋痛 膝蓋痛主要是退化 我经常都说 你这件衣服不用刻意拔破 但你多用十多年 她都会披喉 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 就算她不是老人家 她常常都要蹲在这里 而蹲在这里 其实我们是等于 有八倍我们身体的重量 压着膝蓋 这些人就会容易有膝蓋的 退化、露损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肥半的人 你都会容易有膝蓋痛 因为关节的负荷是大了 例如你在家附近 例如西环的位置 不是很多斜肋 其实都会容易有膝蓋痛 因为上斜肋、下斜肋 都会大约是三倍的重量 压着膝蓋 在我临床治疗膝蓋痛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去处理膝蓋 它就会好 很多时候我要处理宽关节 还有膝蓋痛的关节 和脚腕的关节 其实我们有七条肌肉 是确实关节 是确实关节 什么是确实关节 就是确实关节 同时在肤关节 有肤关节 也负责控制膝蓋 那七条肌肉是什么 例如前面有股直肌 就是Rectus Fulmaris 它是属于股四头肌的其中之一 还有我们的Sartorius 这个缝障肌 在旁边我们有 Fascial Tensuralata 即是这个宽根膜张肌 在后面 我们就有股直肌的一个墙头 和Semi-Tendinosus Semi-Membranosus 即是这个半膜肌 半肌肌 还有在内側 我们有个叫做Gracelus 这个Mustle Walk 既然又在肤关节 又在膝关节 当膝蓋不好的时候 肌肉一定会影响屁股 所以肌肉 很多时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上面不松 下面怎么松呢 刚才也说上面的肤关节 下面我们有一个脚腕的关节 其实我们也有个肌肉 我们叫做Gastrocnemius 它是叫肥肠肌 肥肠肌 肥肠肌就连于 Archili Tendons 即是我们的叫 Archili Settin 跟着 去到我们的脚跟 筋骨 如果你常常喜欢 盘膝而坐 很多时候 你的脚腕 是收紧 都会有少少 对膝蓋 有一个不好的作用 另外 就是有些女士 很喜欢穿高跟鞋 都是会影响膝蓋 你想像一下 你穿着高跟鞋 你足底巾 就收紧了 接着呢 你就会扯着 阿基里士巾 去到肥肠肌 都收紧了 接着 因为你穿高跟鞋 你个人 就会向前倾 你为了 要re gain 你的balance 我要咬回向后 变成 你上面那些大腿的肌肉 即是 无论后面或前面的大腿 所有肌肉 都会收紧 甚至乎你屁股又收紧了 腰也有过去的contraction 其实最终又会影响膝蓋 有些人研究 如果你穿高跟鞋越高 Porterofermolpain syndrome 崩古关節疼痛综合症 那个痛是会越来越多的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的膝蓋 其实痛了很多很多年 他看我的时候五十岁左右 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 他都觉得自己是蹲不到的 他都不敢蹲的 是因为在医院做 近水楼台都看过很多医生 但都发觉没有什么去改善 然后他就辰转间 就来我那里去做治疗 我一开始就告诉他 你这个膝蓋疼 不仅是膝蓋的 你一定你的hip joint 即是封关节这个位置 是有问题的 而且看到他就是 那个脚是有少少八指脚 你们明白吗? 原来八指脚不是因为你的脚筋 或者你的膝蓋有事 是因为你的hip muscle 你的宫关节肌肉已经不平衡了 那些外旋的肌肉在收紧了 所以其实这个好典型 是一个由宫关节 膝关节甚至乎 是他那个 碗关节都有问题的人 那我去跟他做治疗 我就运用了针灸 配合一些的动作 配合一些的手法去帮他 然后我亦都 有时候 下了些针在他的手里 然后我叫他去走路 下了些针在他的不同位置 我就训练他的膝蓋 如是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觉他那些磨砂样的沙沙声 是改善了很多 而且他可以屈到宫关节 屈到他的膝关节 他可以蹲到 而且他不再八指脚了 在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比如 煮一些汤水 去帮助我们的膝蓋 强壮一点 因为在中医角度 膝蓋和腰都属于腎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煮一些 保肝腎、强筋骨的中药 或者是汤水 去帮助 例如道纵、牛七、桑记心、杞子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每样大概12至15克 另外在营养方面 如果你已经有一些膝蓋痛的时候 可以吃多些深海鱼 例如三文鱼、秋刀鱼、比目鱼 因为这些有Omega3脂肪酸 原来是天然止痛药 可以减少发炎因子 也要补充一下维他命C 维他命C 帮助我们的印带、筋肩、膠原增加 令到我们都可以帮助膝蓋有一个好转 接着我会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 强化膝蓋 要好好保护膝蓋 我们要训练一块肌肉很重要 就是鼓射头肌 鼓射头肌是唯一保护膝蓋的肌肉 我们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用一张椅子 通常用一张餐椅 然后由90度屈曲伸直膝蓋 然后脚趾向鼻角 就会发觉你的身头肌更加伸直 如果你这些的话 之后可以在一个小腿绑一个沙包 我们可以连续做十下 住10秒钟 然后放松 这样为止一下 在训练股射头肌里面 有一个叫做股内側肌 其实是更加需要去训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研究发现 如果一些职业运动员 当他三个礼拜不做运动之后 发现最容易萎缩的肌肉 原来就是我们的鼓内側肌 要训练鼓内側肌 我们就需要用两条毛巾 卷住 然后放在膝蓋的下面 好像现在这样 然后我们就大概在一个 30度屈曲的膝蓋状态 伸直到膝关节伸直 同时我们将脚腕的关节 向自己的鼻高方向 然后我们维持十秒钟 维持十秒钟 然后我们就放松 这样为止一下 每一式我们做十下 一日我们可以做一至两式 甚至乎三式都可以 刚才说过很多人的膝关节问题 都由于盘骨、屁股这些肌肉紧张 一路牵拉到膝蓋 以下我会教大家做一个运动 可以松到臀部的一些肌肉 譬如我在这边痛 右边膝蓋不舒服 我就用右手做一个拳头状态 等会我会用这个面 去敲打我屁股肌肉 就像这样做 其实是要用力的 那你敲哪里呢? 敲外側的肌群 即是大腿外側 和后面的肌肉 你都可以敲 如果你是比较紧张 你会感觉到这些位置是有些不同的 好了 我们敲完二十塔之后 我们可以用一张椅子 把我们刚才的一只脚 然后就放上去 对了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双手 是按直脚下去的 留意不要直接按进去菠萝盖那里 那你在菠萝盖的上方 这些位置 轻轻压下去 压下去 我们按压大概是十五秒钟 其实和平时的拉筋 都很相似的 是牵拉筋后方的肌肉 筋肩、筋肩、印大 这些我们都是拉到的 是十五秒钟 这样为之一下 然后放松 我们做多一下 即是total做两下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坐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做五下 这个动作用来做什么呢? 是让身体自我调节 膝关节、宽关节的活动 那你做五下之后 那你就可以起身了 如果你是一个 是由宽关节 去到膝关节有问题的人 你做完刚才那三样的动作之后 你发觉你的膝盖是会松了的 好 以下我想教大家一个最后的动作 是帮我们可以放松那个客竞速 下竞速其实就在我们的客骨 即是我们的屁股的一个位置 一直延伸下去 去到我们的小腿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拉松 外侧的下竞速和肌肉的时候 亦都会帮助到舒缓我们 宽关节的不舒服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时候 先找一部墙 然后我们将要拉那只脚 是向后的 向后这样 手肘可以这样 有一个承托 然后我们将另外一只手 是推那个屁股 是向长这个方向的 OK 推那个屁股去长的方向 维持这个动作是15秒 那你会是觉得 向长这个方向 这一只脚 那个外侧 那个下竞速 是有一些的牵拉的感觉 那我们呢 可以呢 连续做五下这个动作 是帮助伸展我们 下竞速这一组的一些 紧张的状态 从而令到我们的膝头 都会有一个好的影响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欢迎去订阅健康吗 我会在这里 和你分享更加多 痛症的资讯 拜拜